那我就跟大家解釋一下第一部分 他说 乳镇的酒店的格局 是和别处不同的 都是当街一个 曲齿形的大柜台 柜台里面呢 预备着热水 然后随时可以温酒 好 在这里呢 我先提醒大家 就是 我们想象一下这一个酒店 它是一个曲齿形的大柜台 为什么我们要想象呢 因为考试考了 考试要我们针对这一个描述 然后去选 四个选项的四个图片 哪一个最符合乳镇所描述的 乳镇酒店的格局 所以同学不要 就不要忽略了这一块 我们要稍微想象一下 然后一个曲齿形的大柜台 然后柜子里面呢 可能有放着热水 然后随时可以温酒 做工的人 帮舞 帮碗 这个帮是接近的意思 接近了晚上 散了工 下班了 然后每每花四文铜钱 这个文是古代银笔的单位 然后他们买了一碗酒 然后接着出了一个破折号 这是二十多年的事情 是用回想的方式 用第一人称去回想 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然后现在每一碗酒要涨到十文 这里呢 前面有一个破折号 后面有一个破折号 这里是夹注号的用法 这个等同于夸号 这一段是补充说明的 这一段删掉 前后文要是顺的 好 买一碗酒 靠柜台站着 站着喝酒 好像那种站着的吧台 乐乐的喝了休息 那如果你多花一文钱呢 你还可以买一叠盐竹笋 咸的笋子来配当下酒菜 或者是茴香豆 这个茴香豆是加入了香料 茴香桂皮 这些熬煮的蚕豆 你们知道蚕豆吧 OK 然后做下酒菜 他这个算是有调味的 那比较高级的这样子 那如果你再出到十几文呢 还可以买一样荤菜 荤的意思就是有肉的这样子 那荤菜是比较贵的 但这些顾客呢 大多是短衣帮 没有这样着阔 着阔的意思是富裕有钱的意思 只有穿长衫的 才镀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 要酒要菜慢慢的喝 好这里出现了两个有趣的名词 一个叫短衣帮 一个叫穿长衫 好短衣帮是什么 衣服是短的 穿短袖的 好穿短袖的 这些人呢大部分是工人 好为什么工人要穿短袖 你们想像工人穿长衫 在工地不会半手半脚吗 活动不方便嘛 所以他们一定是穿好活动的短衣帮 那因为这些是蓝领阶层嘛 那也就是他们是做工的人 所以他们是比较穷的 那这些人呢通常是站在柜台 连位置都没有就站着喝酒 然后在一年前加下酒菜 而穿长衫的呢 就是那些所谓文职彬彬的读书人 那他们可能是官 社会地位比较高 所以才可以穿着长衫 走路慢慢走 然后甚至都坐轿子的这一种 好他们才镀进 慢慢地走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 也就是所谓的包厢 旁边的独立包厢 然后进了包厢 要酒要菜 还可以慢慢地坐着喝 这里就显示了 社会当中两种不同阶层 的人物的穿着 那他们代表的是 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思想 好 那接着他说 第二段他说 我从12岁起出现了足于我了 所以他是第几人称 第一人称 这个人在回想20年前的事情 20年前呢 我12岁 我在咸横酒店里当伙计 就是当店角二 然后掌柜的说 样子太傻 怕事后不了长衫主顾 就在外面做点事吧 就是因为太笨了 所以可能应付不了那些 比较难搞的上阶层的人物 所以就会让他在外面打杂这样子 那外面短一帮的主顾 虽然还容易说话 因为毕竟是比较工人嘛 就是亲切一点 可是呢 唠唠叨叨夹杂不清的也很不少 这个夹杂不清是指说 说话方式含糊啊 这样 这样子 因为其实工人有的时候 他们讲话是比较快 然后可能又带有很多的地方的方言 然后也不会那么讲究 要把话讲清楚 所以那个店小二这个我 他在服饰的 所谓的比较好服饰的短一帮 他也觉得很辛苦 因为自己比较呆比较傻 然后呢 这一些短一帮的人呢 要亲眼看着黄酒 从坛子里摇出 看胡子里有没有水没有 然后又要将胡子放在热水里 然后才放心 为什么这些人要一直看着他摇酒 怕他把酒摻水了 就是 所以他们很计较的 因为这些短一帮 他们的钱是不容易赚的 所以呢 每一分酒都要看着 你是不是真的都是咬酒 你有没有给我偷摻水 他们会看得很仔细这样子 他把这个细节写得很清楚哦 然后呢 在这严重的监督之下 我摻水也很为难 就是我想混点水 也是满难的 为什么要混水 省成本 因为酒店的伙计可能会要小二说 欸 你就 就是加点水 不要那么快把酒用完这样子 那小二也觉得很困扰啊 就是掌柜叫我颤水 然后这些人又一直盯着 那他也觉得很为难 然后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就说 你装不了酒 你没有办法干这件事情 因为他要在他们的 短一帮的监督底下 他要灯水把酒送上去 这个要有点技巧 那他做不了 所以又给他换了 然后其实原本是想要把他fire的 但是呢 幸亏箭头的情面大 箭头的意思是 介绍故宫为业的人 推荐的人 所以辞退不得改为 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所以他就负责煮酒就好 不用动脑的 为什么他可以继续工作 因为他推荐他的人来头很大 那鲁迅好回到鲁迅 鲁迅的他也曾经看过说 自己的亲戚靠关系去工作 明明做得很烂 然后很笨 笨手笨脚 可是因为靠关系 所以他保有工作 他也看到了这样一个社会现象 那他在这里用第一人称喜 在垫小二这里 那第三段他说 我从此整天站在柜台里 掌管我的职务 虽然也没有什么失职 但总归有点单调有点无聊 那掌柜是一副胸脸孔 主顾也没有好生气 主顾就是客人 生气就是口气口吻 声音跟口气 他们因为很工人讲话比较粗鲁 搞不好还掺杂一些骂脏话之类的 然后叫人活泼不得 所以他在那边工作他觉得气氛很糟 快乐不起来 只有孔仪己到殿 才可以笑几声 所以至今还记得 好 这里点出了我们的主角孔仪己了 所以呢 这个文章他是用垫小二的角度 在看孔仪己这个人的 为什么要特别讲孔仪己呢 因为他很有趣 因为打工生活太累 太无聊 太闷了 可是孔仪己一来就有新鲜事 有点是看笑话的方式 就是在讲孔仪己这个人物 好 那在这里呢 讲义的部分大家也确认一下 我们看就是请同学整理一下 关于前面讲的人物的背景 还有贤横酒店的一些布置 然后也请同学可以甚至可以画出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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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